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大家好 我是王之瑜 我是卓領泰 領泰 跟我們來看 今天很多觀眾朋友 可能昏倒了 這個雖然指數現在看起來是跌二十幾點 但心裡頭感覺像跌一百多點 因為大家這個投資朋友 手中有了中小型的個股 今天都是殺身震天 這個就是 就怕你走 不會啦 大家有信心 有老師在不要怕 有我再不用擔心 我說這裡是多頭 那結構的總共 因為台灣比較特殊的地方 我們台灣都是這樣子 那麼多年 我在這四行二十六年 大崩盤我都能夠帶著你躲過 這裡不是空頭 你先把立場站穩 那當然今天很有趣說 做多的 指數又不跌 對 那個股跌一大堆 對 又跌了一大堆 然後做空的 這個股跌一大堆 指數又不跌 你看看 但是我跟大家講說 你的心要穩定 要平常心 可是就是內容結構在變化 有些股票 接下來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什麼 有些股票反彈要賣 有些股票反而是要買 你把它弄得很清楚 停損點 停利點把它守好 不用擔心 這就是股票市場 那我們先看一檔比較 6244的貌敵 你說老師你不是看好 這個部分的太陽能嗎 這沒有辦法 這個消息是舊的 大家早就知道了 就再拿出來炒一炒而已 那他還是在這個橫向整理那邊繞而已 那我講的是部分太陽 事實上我也沒做貌敵 我比較看好是3691這種的 那因為有些股票 我會先調一下 3691不是3591 3691的弱核我比較看好這種的 因為這個大力光都上來了 有沒有看到大力光 大力光有沒有 大力光今天來到3000塊 也是台北股市有史以來的 沒有多頭也不會這樣子 那緊接著他屁股不是漢維科嗎 漢維科今天也很強 也是很強 漲了50塊 所以這個外資沒有意外 你看那個摩台就知道 外資沒有意外的話 外資反而是看多偏多的 如果你看一下 那我們來看看 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那國際股市 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股市昨天漲200多點 這個以美股的架構來看 也不算是空頭 又來到18000點 你說我們資金都被這個 港澳入港吸走了 對不對 也不盡然 因為國際股市美股還是強的 譬如說美股大跌 對不對 然後只有這個大陸跟這個香港 歐洲股市人家 德國也是大漲的 所以我認為 還是那一句話 高檔的結構在做調整 有的反彈要賣 有的拉回要賣 但是你的心要定 就好像有些好股票 譬如說 我們前一段時間 跟大家講這樣 圍繞1752的南光 有沒有 1752的南光 對 那這個今天又就彈上來了 對 你知道他也是在那邊 橫向整理 可是他今天反而是大漲的 那我們最早講的是 在這個三十幾塊的時候 就在過完年的時候 他幾塊漲上來的 你看整關 我倒是跟大家講說 大家把架共弄清楚 我們再來看一檔生計股 我跟你講我非常看好生計股 現在國際股市也沒有問題 待會我們用 國際股市的這個金融商品的變化 來跟大家提 你看那個信果是192的 來 這個就是生計股 它不得不的結構 來你看這個 今天直接跳空漲停 你把它再縮小 你再縮小一下 它跌好長一段 生計就是會面臨這種 這種情況 然後接下來呢 美國的今年的FDA 發植照速度會比較慢 可能挪到五月份 所以今年美國生計股 要不要盪一盪 但是美國的生計股是很強的 我說的生計股很強 不只是NBI說是在高檔之外呢 美國最近是權重的生計股在整理 譬如說嬌生那一種在整理 可是啊 美國生計股有些 但是新藥股都飆翻天了 你看它AST 導播上 你看他們的AST 這兩天就經常在講這一檔股票 包括什麼這些 昨天都單日都漲十幾% 而且是寫下歷史新高的AST 你看它馬上上來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這一個月前那六塊錢左右 兩個月前三塊多 三塊多 你再把它縮小一點 兩個月前是三塊多 有沒有 兩個月前是三塊多 也好久沒有動 這是幹細胞基因檢測也是新藥股 這個也是新藥股 它三塊多漲到十一塊多 三倍多 對 而且它不只是它 很多很多 像昨天美國的新藥股很多都漲十幾% 都漲十幾% 單日都漲十幾% 對 那中國股市呢 一樣我們還是要跟大家講 中國股市 你看今天中國股市 麻煩導播照我們看 中國股市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 今天中國股市啊 你看現在還在拉 深圳層子漲3% 是漲3% 深圳層子是漲3% 有沒有看到 今天中國股市標什麼 是標 標這個 OTC的創業板指數 漲快5% 有沒有看到 漲5% 有沒有看到 又快要創歷史新高 他們OTC 族長的族群 就不是一帶一路啊 是飆漲的深化科技概念股 是深化科技概念股 我們之前跟大家什麼 迪安診斷 今天又快要公上漲停了 那一些喔 有沒有看到 又快要公上漲停了 有沒有一堆啊 達安基因什麼 一堆都飆漲啊 五到一層喔 所以 所以你不用擔心 我非常看好生技股 不是因為 我們的生技股的問題 是全世界在流行這一塊 所以我絕對不會跟你亂講的 我剛剛拿的都數據 都是數據給大家看的喔 所以我也要在這邊跟大家講說 有些股票 你要怎麼樣 你要反彈賣 嗯 有些股票難得有拉回 來五四七四的沖泰 你看這個五四七四的沖泰 你高賣之後有沒有 你要注意這一兩天 打到接下來那個 有看到那個線有沒有 你要準備再進場 喔 4153的浴尾 又打下來了 明天這一兩天買點又浮現了 這個是我們從九十幾塊 給你做到一百五四 本來你股票是有買有賣嘛 合理嘛 你不要為這個擔心 所以我一樣強調那一句話 有些股票你要拉回買 有些股票你要反彈賣 把握這個要決 多頭好戲才要開始 不然我們曾主委沒有台北市跟你說 他也不是一個亂講話的人 投資朋友你應該知道嘛 他已經有一點火了 才會跟你講說 台北股市有機會要寫下歷史新高的股市 到這邊我們歷史新高不是一萬點 是一萬兩千一二六百八十二點 是一二六八二啊 怎麼可能這樣跟你講這個一定是其中有緣故的 因為國際股市這一塊都要多頭 我們我們從他上任第一天 我就跟大家講你要跟他按讚 因為他最了解國際的動向是什麼 現在只是在做結構的調整 不用怕多頭老實在不用怕 好麻煩一下這個治愈 好這個老師這樣講 我們大家心就稍微定一點 我們來看今天收盤表現 收盤收疊18點 收在9533點 量能部分比昨天稍微放大 今天有921億元 我們休息一下囉 那麼稍後更多的一個新標的 還有個股上要如何操作呢 馬上回來 百媽祖球包比安宜給你好角力 據全球視野的操盤團隊 才能駕馭股海財富浪潮 華信投顧真心照顧 速播領航專線 02-2392-3988 2392-3988 計劃科技定義未來 寵愛自己沒有偶爾這回事 六年來我天天用老行家燕窩 從內而外自不養言 被寵愛的幸福要一直持續下去 我的老行家燕窩 火乾淨好道釘 三菱夫手重型商用車 搭載德國賓士引擎及變速箱 超越巔峰我挺你 三菱夫手寓意汽車 天地變速箱 放棄吧 想被所有人喜歡的那個念頭 我該在乎的是我自己 聽老行家的 用燕窩從內到外自不養言 讓我無可自拔愛上自己 我的老行家燕窩 這次犯人是相當危險的武器 七大金掌影帝聯手震撼初級 警察都是人 是人就有可能犯罪 韓戰億萬票房導演 再創高峰 危機倒數誰能解除 為何每一次我的行動 尺度不準 四月三十 赤道 百媽祖求包幣 安怡給你好角力 好 回到節目現場 繼續要請鼎泰哥來幫我們掌握一下 這個國際間的一個股市的脈動 我們看到昨天其實這個 美股漲得非常多 那今天奇怪我們台股好像 怎麼都沒有反應 所以曾主委才會火大 不然怎麼會跟 沒有人敢跟你講這樣子 但是曾主委居然敢講 可見他有 也是有相當大的把握 不用擔心 不用 今年是多頭年 我再強調一次 今年是多頭年 那國際股市也沒有什麼變化 所以我跟大家講 這是結構轉換 這高檔在調節結構的一個架構 大家不用擔心 但是最機會 就像我說的 萬一今天美國股市的盤後 還是繼續在漲 萬一美國股市再創新高 會不會台北股市又上來 所以這裡對投資者的 內心深處是很多的盲點 對一般分析也會出現盲點 講多的啊 是不是 指數沒什麼跌 只要兩天才跌二三十點而已啊 是不是 也沒有跌到 智商還在九千五分 不知道繞而已啊 是不是 講多的 但是講多的也有盲點 因為股票個股也跌 講空的呢 指的那個個股 確實不敢講指數 這樣對不對 因為指數根本沒跌 對不對 那講空的也有更大的盲點 他沒有辦法指出那個美國股市 全世界的股市都在創新高的 跟他講說那個是空頭 因為這是矛盾的 這樣大家懂沒有 那講東講西的話 大家都 所以你會互多互空喔 所以大家 搞不好明天這個 按耐不住啦 搞不好你盤後看到 因為今天的指數跌那麼少 外資不見得是看空啊 這樣大家懂意思 你看日月光啊 外資不見得是看空啊 摩台是還是蠻強的喔 這樣大家懂沒有 所以外資如果再持續做多的話 因為美國股市畢竟是大漲 他們是被動式的操作嘛 這樣大家通媒 那一樣啊 美國股市大漲的過程當中 沒有在避險嘛 你看每股大漲 每股大漲 你看到納斯達克又要來到五千點了 都在大漲當中 他們並沒有像那種在避險的架構 那一樣呢 日本股市今天又大漲了 對不對 那我是我的意思喔 大家說喔 因為這個大陸股市漲 大陸股市昨天反而是跌的喔 今天才又開始大漲 那大陸股市漲 港股大漲對不對 吸金 那我問大家那這些漲怎麼辦 那也不合邏輯啊 是不是 所以我說不只 因為全世界如果大家都被吸到中國大陸 那也沒話說 可是全世界都在漲 全世界都在漲 所以大家把這個架構弄清楚 然後呢 漲的過程當中啊 恐慌指數你看 只有13點多啊 我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從我的路透社裡面啊 在看華爾街的市場上 都沒有看到在避險的東西啊 你看那個 是歐債問題啊 那黃金啊 一下來到1200又掉下來了 是不是 所以全世界並沒有在避險 全世界沒有在避險 那NBI生意指數雖然小漲 是因為那個蘋果大漲嘛 那NBI生意指數雖然小漲 可是它 它是在大漲 新要那些小股票 權重股市沒怎麼動的 譬如說嬌生那些是沒有動的啦 這樣大家通美 那大家要搞清楚 因為它 就創的歷史 像第一技術漲了兩成二了嘛 好 那一樣全世界的都變化不大 不大 並不只有 不會說只有台北股市是空的 所以你如果像明後兩天又漲上來 投資朋友你又麻煩了 為什麼呢 你要嘛就是因為像我們 有買有賣合理的 如果你是追高沙地亂砍的話 那你就比較麻煩 你會就陷入比較窘境 到底過於兩天再漲上 因為美國股市又很強 又一萬八了嘛 你到底是要買 美國股市一萬八千多了 美國股市是一萬八千兩百多 所以它才漲一%多 一%啦 就是台北股市九千五 還有一個九十幾點啊 的意思啦 它只要再漲一% 又要寫下歷史新高了 所以 以種種的跡象分析的話呢 這裡不是空頭 這一些內容 你從早上一大早 你就可以看到我在 操盤工具跟大家講 我看好的東西 當然我還是強調你要嚴守 你的停損點跟停力點啦 可是我是看好生技股 跟部分的太陽能 我沒有改變 就在安德拉莫 這個紡織類股傳產也都很強 所以你一大早就可以看到我跟大家的分析 有沒有 然後呢你也可以來看看 這個盤中我怎麼講 然後盤後呢 這是三粒要打這三個字喔 三粒的錢捆錢 那麼謝培怡老師 會幫你做盤後的分析 所以你不用擔心 目前幾結構來看的話 這裡不是空方 這裡不是空方 我還是那話一句啦 我很會看空啊 幾月幾號我都算好了 也不會是現在 那因為啊 國際 你說老師你真的 準確到幾月幾號都算出來嗎 我是跟大家講真的啦 還是我還是老話一句啊 那這個到了時間要變化的時候 不會是全世界都在空頭 然後我們在漲 也不會是這樣子 那也不會說全世界都在多頭 我們就是空頭 也不會是這樣子 也不會是這樣子啦 你慢慢體會我講的 那全世界在漲的過程當中 如果很多資金跑去避險 我們剛才看到一些避險的商品 如果再變化了 那當然就是不妙了嘛 那漲就是漲假的嘛 好你看 美國股市昨天那一 這個到這個 蘋果就漲了2%多 這是我們的操盤工具 你看 我還是很穩定跟大家講 你的軟體 你的操盤工具 一定要有國際股市的 你只要才有機會做一個什麼 拉回找買點 你敢買蘋果掌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大力光這一兩天 來到3千塊了嘛 大力光是股王創歷史新高 這個背景不會是空頭 這樣大家懂沒有 沒有股王在空頭格局 股王創新高的沒聽過啦 你自己想股王是多高價的股票啊 對不對 一定誰有信心滿滿把它推上去 所以外資很快就會翻多了 外資昨天起貨已經翻多了嘛 是不是 那現貨只賣了2億而已啊 這樣大家通美 那國際股市都要開 但是美國科技股的內容 是漲漲跌跌啦 那至少蘋果還是很穩定的 還穩定的 所以大家不用去那個 昨天是漲跌很深的Google IBM 微軟都大漲 Facebook Twitter 這個我們都有 這裡面都有 你一定要知道 國際股市的結構是怎麼樣 我們再來看看喔 那當然昨天的太陽能也稍微震盪拉回啦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你看美國股市的呢 Merrymac創歷史新高 整理一下回檔2%沒什麼 那這個幹細胞概念股 就我剛才跟他AST 昨天單日漲14% 單日又漲14% 那安德阿莫有沒有 跟紡織類股有關係的啊 有沒有 大家都知道 UA概念股有沒有 昨天也漲3% 是創2年新高 那國際股市還是很穩定的 所以你不要太偏空 只不過你操作的 第一個你不要忽多忽空 就底下跟大家講的 把信心穩定下來 只是操作有操作的手法 該賣我也是會賣一趟 這沒有什麼 該接回來還是要再接回來 但是不可以忽多忽空 忽多忽空 你絕對買不到好股票 因為你的心態是 漲上來就翻多 趕快去追 跌下來就翻空 趕快去砍 那就不對了 那就不對了 我再強調一次 從國際股市的內容結構來看 現在都還是多頭 可能台北股市比較晚一點而已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所以這個高檔做調節 你要檢視你的手中持股 有些股票要拉回買 有些股票反而要反彈賣 這裡面的結構是這樣 慢慢 因為台灣比較慢 你看那個美國股市 那個無線充電早就暴跌了 我們奇力薪啊 上個月都還在漲 對 是不是 這一兩天才開始跌 一堆無線充電 因為我們 有時候一慢就慢 一兩個月都有可能 所以大家把觀念先釐清楚 好 關於這個指數 要麻煩一下這個資育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在這個期貨收盤的部分 那麼在台指期的部分 那麼今天呢 是收跌7點 收在9556 那麼電子期的部分 下跌了0.9點 收在374 金融期的部分呢 是上漲1點 收在1148點 摩台指的部分呢 也是小漲0.2點 收在351點 那麼鼎泰哥 我就要幫觀眾朋友問你了 我們剛剛講說這個結構在做轉換嘛 那你說有些股票 跌下來的過程 我們應該要去接 因為它是好標的 有一些反彈起來 要不要趕快賣掉 我怎麼來做分辨啊 好 就是第一個 這個要有題材 嗯 如果比如說 國際股市都在漲 生技股 生技股每年 本來四月份五月都有題材嘛 這個一路 甚至十一月份都有題材 國際股市 你看這一塊一直在漲 嗯 那我們的股票反而是拉回了 對 這樣是不是要買 對不對 蘋果再漲呢 那蘋果概念股再拉回了 那是不是要買 哦 這樣對不對 對 什麼叫平概股 平概股就是蘋果要漲才有平概股啊 這樣對不對 對 那蘋果股價再漲的話呢 那我們的平概股拉回就是買 哦 那美光啊 一些國際的這個這個 相關的IC設計 早就在大跌了 什麼什麼無線充電 早就在大跌了呢 那相關的股票一反彈 我們就要賣 這個的差別大家有沒有看懂了 哦 所以其實要有那個 鼎大哥給我們的資訊 我們才知道 對你要有國際股市的資訊 我們操板軟體就有 包括中國大陸的 漲什麼跌什麼 一帶一路啊 連拉七支漲停 我也跟大家講過 難測 但今天已經大跌了 這兩年開始大跌了 就是說 他們現在把這個這個 這個上陣的資金 又慢慢轉到什麼 因為它是輪動了 像今天 我剛才跟大家 創業板指數就OTC又大漲了 OTC大漲裡面的生計股 他們都屬於小型股 又開始飆了 那機會不是又來啊 是不是 那不只他講 美國如果這個生計 這個新藥啦 幹細胞 基因檢測也飆漲 那你拉回你就是買嘛 對不對 這個把觀念弄清楚 好 像這個 這個之前我跟大家講 因為今天我漏印它 我把它拿之前的資料跟大家講 這個叫美食 跌到這裡 那談到一百多塊 又拉回 這一兩天又拉回 不是機會又來了嗎 嗯 你不用忽多忽空 你也不 我還強調不用 不用忽多忽空 股票市場上 這個這個觀念不是這樣子 我做二十六年 所有的大空頭 我的遇過 我我該叫你空 去年我 我一叫你空啊 不到半個月 不是從九千五掉到八千五 我還去年我在看空 兩個月前就跟大家預告了 所以你不用擔心啦 我還是那一句話 好 講一下性 這個待會再講性果 我們先講 像這個南光也是啊 我們今年做了 做了幾次了 你看看 有沒有幾次了 那當時前一段時間 來到這裡 我就說最後買一點 當時在四十二 四十一左右 又回到四十二 四十一 今天又打到那個位置 你看南光今天漲四趴 今天又上來了 那我就跟大家講說 南光有兩檔股票 在美國這一個市場上 是差不多的 一個叫 就前一段時間有那個 4180的安城藥 我叫你不要做安城藥 是我的話我就挑他 第一個它是賺錢的 像訂單啊 一到三月份營收又大好 那南光呢 事實上我 因為它股價一個四十幾塊 南光是賺錢的公司 而且訂單滿載 那那個這個這個這個 安城藥啊 是賠錢的公司 然後呢 美國這一塊 因為FDA 美國那個食品藥館也比較慢 中國大陸食品藥物管理局啊 這一次有沒有 就馬上批准這一個啊 這一個的第三期臨床嘛 你看股價長期走跌 拼的就是現在這一塊了 所以直接跳空漲停 那下一檔呢 我待會跟大家講 下一檔也已經批准 你可以去做臨床了 中國FDA給的藥證速度比較快 美國的FDA啊有沒有 給的藥證比較慢 大家懂我意思嗎 所以今天性果才有機會 這個今天也大漲的四趴了 所以我說過 股票啊 是觀念在做的 不是在那邊 這邊在忽多忽空 不會是的 不會是這樣的 大家想一想喔 我們看好生技股 是看好生技股 我也不會說今天看好生技股 今天等一下說沒有 就沒有啊 這個生技股不對啊什麼 我不是那種 我做了很多年 因為股票不會天天漲啊 像這個也是一樣啊 有沒有 它漲一漲有沒有 漲多了會不會啊 有沒有兩個階段啊 兩個階段漲上來 也會有休息的時空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待會兒再看這個 我們先看育尾 育尾育尾的看板在這邊嘛 沒關係 來育尾你看 也是九十幾塊 是 它也不會這個是九十幾塊 你看這個前一波高點是一百零八 所以這裡是九十幾塊 九十幾塊跟大家講之後有沒有 你看最高來兩個階段買點 第一個階段 你看你自己看就這就是股市嘛 九十幾塊漲到一百三十六塊 有沒有拉回 有沒有拉回 有嘛有拉回嘛 拉回再來一次嘛 是不是 這就是有買有賣的道理嘛 然後呢 你看拉回過 這一段拉回有沒有 這一段拉回 這個再上來 就是這一段拉回 這個再上來 有沒有再創新高 這一兩天又拉回 請問你的機會是不是來了 股票沒什麼叫漲很多 因為事實上他們現在才剛開始啟動 以時間波的架構你只要掌握它 上去賣一次 拉回要繼續這樣做 這就是操作上的觀念 觀念要先釐清楚 我看好 我就是看好生技股 我不會跟你亂講 我們看好生技股之外呢 像我剛才跟大家講信國 這個股票剛好達到低點了 幾個低點都又來了 我上次跟大家講美食86塊也都是這些點 那為什麼它呢 因為它一樣 這一兩天才接到中國大陸臨床 食品奧關於臨床的新藥要開始臨床那個了 準備要開始做這個 所以這個就有點像信國 但這些股票現在還沒啟動 你要注意它的買點 注意它的買點 一樣呢 事情也是我非常看好的 不用擔心 這個月就要入賬了 真的有錢進來的 以前大家都是說它沒有賺到錢 這個月就要入賬五百萬美元 美元它的股本很輕 五百萬美元算是 那這個入賬之後 十月份一條更大條還要入賬 已經開始入賬了嘛 所以你不用擔心了嘛 這個就跟大家講 充貸也是啊 我這邊跟大家講是在七十幾塊 七十幾塊 有沒有 當時我透過這個軟體也是跟大家講 我們軟體裡面也有提到充貸嘛 有提到充貸 對 充貸你看這個充貸 有沒有 軟體嘛 一樣啊 幾個階段的買點 那它一定會有 會有賣點出現的時候 有買點有賣點 最後一次在這邊 那我就等它賣點出現啊 賣點出現啊 等它買點再出現 再怎麼樣 再繼續買回來 這樣大家懂沒有 像這種抗口的方式就是這樣子做 你才不會忽多忽空啊 因為你心裡啊 因為忽多忽空就好像我說 你會在今天砍出去 明天又漲上來 你會去追 這個就是忽多忽空 這個就是忽多忽空 你如果有材料就在半空嘛 是不是 你就不要有忽多忽空嘛 是不是這樣說 這個這個這個 好 衝到我說 連續兩天拉回 70幾塊來到了110塊 有沒有 一定會拉回啊 剛才不是跟你看育尾嗎 90幾塊來到130幾 它也拉回一大段 然後再繼續漲上來創新高嘛 這就是股市啊 這就是股市啊 生態這個一樣喔 這個 那一樣啊 其他的個股也是我跟大家提到 像這個這個塑和 有沒有 這個啊 所有的高價股啊 它因為它是太陽能 可是太陽能我跟大家 我看好部分的太陽能 像這個就是我看好的 人家營收還在寫歷史高點 它是賺錢啊 賺EBS30塊左右的啊 你如果跟6244的貌底比 好啊這個也是蠻特殊的股 我要叫泰金寶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泰國股市最近很強 泰國股市強是強什麼 叫電子商務 它是台灣唯一跟這個網家 合作在泰國做這個電子商務的 那最後啊 所以今天的I100 中國全世界的這個雲端啊 大數據又飆了 所以好不容易拉回 又來到我們可以接受的點了 你準備一下喔 好機會不要錯過 跟我們一樣 好好的掌握啊 利空的買點 好好掌握利空的買點 來跟我們預約下一檔的標馬股 請跟上來謝謝大家 是好非常謝謝鼎泰哥 那麼這個鼎泰哥 就每天幫大家準備 非常多的資料 找到非常多的好標的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這是今天台股新攻略 非常謝謝您收看 大家明天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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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